今年是我在西班牙生活的第14个年头了 当初辞聚了在北京电视台的工作 来到了西班牙 很多人总会问我 你在那儿习惯吗 拿好不如加好 赶紧回来吧 最初的反差确实非常大 因为和北京相比 这里的节奏像蜗牛一样 理发看医生都得预约 周日商店超市都是不开门的 经常忘了买菜 不过这里的基础物价真的很低 六七抹一升装的鲜牛奶 两块钱一瓶的洗发水 肉呢更是比蔬菜还便宜 牛肉只要几块钱一公斤 原来在西班牙穷得只能吃肉了 这里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卷 人们更注重休息和陪伴家人 而不是无休止的加班和物质攀比 高楼大厦也特别少 城市和农村的生活质量差距都不大 我呢是生活在马德里 城市不大不小刚刚好 华人超市中餐厅都非常的多 非常方便 这里的房子都是一两百年以上的 房子也不贵 最便宜两百多个就能买一套 出行啊 有地铁 有火车 四通八达 有人问西班牙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 我想呢就是学会了做减法 更加注重内心的感受 有更多的时间给自己 闲了啊 就去欧洲其他国家转转 去看看更广阔的风景 14年了 从蹦三啊 到蹦四 反而没有年龄焦虑了 内心更加的平和 想一想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 时光一去不复返 还有什么比享受生活本身更重要呢